用耳朵去聽的世界 現在有點赤裸 我剛才感覺是好多蛤蟆跳出了水面 周圍的噪聲太多了 爸媽會催你 老闆會催你 各種社會的聲音會催你 要找一個明確的路線去定位還是挺難的 基本上沒有什麼個人的空間 在這方面我還覺得有點焦虑的 就怕自己與社會脫節 因為我很知道芳寮的魅力 我很想在這個大家都被推著往前走的時代 能夠把東方芳寮的智慧帶給更多人 能夠幫助更多人 找到自己最舒服的身心狀態 它能夠根據你喜歡什麼香和不喜歡什麼香 來去猜出你的性格和你的身心的問題 我不喜歡玫瑰 皮革味 不 你們的掌控率都會比較強 但需要是放鬆一點 你呢是討好 那至於你呢 好討好啊 你的歡樂都給了別人 但是你自己內在是需要歡樂 我非常開心 我非常天真 我非常善 家綺老師上線 你這個應該有聽竹葵 應該有玉串木吧 你說對了 你真的很厲害 幫我們每一個人去調一個 屬於你身體最需要的那一款靜油 怎麼樣 好期待 桂花成花加天竹葵 你需要一些扎實根部的力量 然後你才有源源不絕的能量往上走 所以我會幫你加一個叫炎藍草 我喜歡這個 這是什麼 安息香 你的好我直接幫你講好一點 二十滴 五滴 五滴 四伯給你帶來什麼感覺 感覺要進入睡眠 會給女性很多的溫暖的內在力量 溫柔的這樣去咬它 你這樣會覺得它比較充分的肉 手溫溫了它之後整個味道 它會立馬變得比較溫暖 而且有力量 一滴都不想浪費 它是天然的分子 在我們身體裡面是點點滴滴 一點一滴的去改變我們身體 所以需要點耐性 我們要老實點奏一段 然後我們每個人來想像一個畫面吧 不知道為什麼就想起了洗衣機在繳衣服 這確實就是事實存在於我腦海中了 我就記下 我這是一個很落寞的村莊 北名有餘名為昆 真的每個人畫面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任何一種表達都有無數種戒度 對 撥弄幾個聲音 然後看可不可以合在一起 完全不會 怎麼弄 放慢 放慢 你要放慢自己 你要聽清楚你發出的每一個聲音 好有天分 你繼續掛在哪兒 Oh my God 就很舒服 好年輕好快樂 雀躍的感覺 好年輕三個字刺傷了我 可以去摩擦下面的路 對所有的都可以 一切都可以成為音樂的音樂 我超喜歡這種聲音 慢一點 對 然後我確實放慢了節奏以後 感覺就 內心就好像一下子 好像比平時要平靜一些 每天你如果真的安靜下來 十五分鐘 然後去探一下自己的內心 其實就好了 今天其實不是讓大家做飯 我們就用家裡的一些水果蔬菜 去做一個餐桌的作品 感覺這個茄子非常貴 我感覺加了水果和蔬菜之後 比插花的創造空間更大 更大 我還有一個重新發現 生活的美的小秘密 好鮮哦一下子 好鮮哦一下子 就想說讓大家 能夠通過我的餐桌 被大自然治愈吧 慢下來 要慢慢地去發現美 跟享受生活當中的一切 就是美好的東西 所以就把那個大自然給到你的力量 帶回來到自己的空間裡面 可以去持續地延續 就是那個被治愈的那個感覺 好 為美好的生活乾杯